大家好 在你面前看到的这款是由 容易成有限公司生产的DG260真空机 我们来演示一下操作方法 首先打开后面的电源开关 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一块是控制面板 看到这里有真空表 然后这边控制面板有显示的 我们拿个样品来试一下风口小铁 我手上的是两包大门 用真空袋子装好的 我们真空机的话 的袋子必须是真空袋或者是鱼箔袋 这一款的话是真空袋 把它放在这里 这个东西把它压住 放平整 它空口效果才会很好的 然后我们来设置一下控制面板上面的 我们这里的话有设置增强解锁和风口温度 我们首先来设置一下 看到这里一个红 红的直视灯跑到真空这里 我们这里的话是30秒 这里有增强31 32这里 还有减弱 我们把它调到30 再按设置 它就在风口这里了 风口这里的话 这里现在的话目前是2.2 我们也可以增强减弱 我们把它设到2.2 然后再按设置 就是冷却了 冷却也是一样的 增强跟减弱 我们把它设到2.3 再按下设置 我们这里看到有显示1D 1D的话 这里我们就可以设置风口温度了 风口温度它这里有三个 高中低 我们一般的话把它设置到中就可以了 按这个就可以设置了 我们把它设置到中 现在就可以开始增空了 把这个盖子两个手把它压起来 它会吸住的 吸住了的话就可以开始增空了 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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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最后 真空完的话盖子会自动弹起来 我们把这个打开 看一下风口效果 这很平整的 里面真空的产品的话 都是很结实的 这样子的话 这些产品的保质器是有增强的 像我们这款机器的话 我们现在真空的是大米 它还可以用于其他的食品 还有电子产品 还有那些像那些海鲜类的 都是可以真空包装的 看这风口效果也是很好的 这怎么拉都把这部位开的 视频